第十一届北京香山论坛12号晚举行欢迎晚宴,欢迎出席论坛的中外来宾,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,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霞出席并致辞。 张又霞指出,今年恰逢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70周年,在这个历史时刻,我们相聚北京,共商全球安全大计,共谋和平安宁良策。 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,加强团结合作,增进沟通理解,是各国共赢挑战,共创未来的有效途径。 我们真诚希望与会各方,秉持公道正义理念,展现开放包容胸襟,利用北京香山论坛这个合作有益的平台,在对话中增进了解,在交流中提升互信,碰撞出实现世界和平安全愿景的更多智慧。 张又霞表示,今日中国正阔步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进,使至以中国式现代化,全面推进强国建设,民族复兴伟业。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,中国军队愿同各方一道,凝聚共识力量,携手应对挑战,通过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军事交流与合作,为促进地区稳定,维护世界和平,做出新的更大贡献。 中央军委委员,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丽,国防部长董军出席晚宴。 出席论坛的一百余个国家,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一千八百余名嘉宾参加晚宴。 出席论坛的一百余名嘉宾参加晚宴。